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管在近代时候曾经出现过危机 但是好歹也是上千年的文化古国 怎么可能被轻易打败 现在的我们不又重新站起来了吗 从小学开始 我们就存在一门历史科目 对于自己国家 历史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这些在我们眼中是事实的历史 在其他国家的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几个 首先是美国 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 尽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的融洽 但是好在美国还是比较尊敬历史的 在他们的世界史当中 中国历史占据的篇幅还是很大的 基本上将我国的各个朝代都有介绍 还原度也是蛮高的 美国和我们之间毕竟没 有什么深仇大恨 了解我们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百地而无一害 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吗 但是和我们有瓜葛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 比如日本 我们唯一的一段驱逐史就是这个国家带来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有着很不一样的角度 对于古代时候 像我朝虚心学习文化的这一部分 日本还是非常谦虚客观的如实记载 但是针对我国被侵略的那些年 日本就没有那么公正了 甚至可以说是在篡改历史 他们将自己的侵略行为改写成了非常正义的一方 是我们先对他们有所行动 他们才会进行正常的反击 不过这种说法 显然他们自己也非常心虚 所以即便是篡改了的历史 也仅仅是寥寥几笔 毕竟要是真的深究起来 日本的后代也不是傻子 一定能从中发现漏洞 到时候可就不好解释了 所以他们也仅仅是将自己的暴行抹平之后 便跳过了这段 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 我国已经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但是韩国的做法就更加不地道了 因为他们采取的是软侵律 日本这种直接篡改历史的行为 让所有人都能直接反抗 但是韩国就比较精明了 他们的历史课本当中 倒是非常完整客观地记录下了我国的历史 但是却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都加上了自己的功劳 比如日本还承认学习我朝文化 但是在韩国的历史当中 却是在对我国文化一同认可之后 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算了 有的人家干脆就说是我们仿造他们的文化 简直是没法说了 现在我国开始注重文化保护这一点的 相信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一定会被揭穿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化保护